还是这么漂亮 我都很厉害 真是很漂亮 不真实的 很漂亮 第一次来颐和园 应该是85年 那个时候我在国防科大 研究生 国防科工委的 跟航天部 有一个机会 要组织一个中国的代表团 去瑞典 参加一个世界航空航天大会 然后我们校领导 他们知道有陈志武 这样的一个研究生 英语还不错 在那年10月 就第一次先到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中国 主要也是第一次到北京来 就顺便在这里 那等于第一次出国 对 您不介意吧 不然我就坐着无所谓 对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是很大 23岁 第一站是在苏黎市 我们当时坐在一个小巴上面 然后那个车就是每隔一会 过一会他又停下 每过一会又停下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周边也没有人 也没有别的车 他为什么这个过一会又停下 过一会停下 因为我们在中国到那个时候为止 还没有那个习惯 那是红灯和绿灯的区别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个是效率多低 是吗 没有人也没有车 为什么还要停下来 所以这个事是让我后来一直很多年都没有忘记的 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遵守的一些规则 然后让我当时这样的第一次走出中国的人来说 就觉得很不自在 这个规则问题就开始 就等于埋在您心里开始想那些问题 什么时候你开始想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的规则反而是有效率的 这个是很多年 因为坦率来讲 就像我现在我还在具体的想怎么更通俗的解释这个东西 解释这个人类的历史演变 因为原来这个社会实际上任何意义上的次序都是没有的 因为本身的话就是世界的人口 有几万年的时间里面 大概只有几百万个人 所以这个地球这么大 所以这几百万个人随便散布在哪里 都是用不着这个分 把各个东西分成为你的我的 他的资产是不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 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了 从原始社会开始 进入了定居龙根了以后 走出这个龙根社会 慢慢转变到这个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间 不要建立各种次序的挑战是很大的 像您这么多年 你的世界是越来越大 主旋律是越来越扩张 越来多可能性的 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些90年代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会第一次看到人生中 比如经济的增长是没那么快的 甚至是生活水平没有这么继续提高 甚至一切都看起来 好像苏更封闭了 更难以把握了 难以控制了 那你怎么看他们呢 他们应该怎么想呢 这个胡适就讲到了 别人都跟你讲 为了国家 为了集体 你要忘记自己 你要忘我 我要跟你说 你先要为自己 你甚至有的时候像一不生的样子 把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人都忘记了 这个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 怎么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那个书本华讲 人生的很多的苦恼 是因为我们人有了意识 有了思考的能力 有了记忆能力 就让我们对未来形成很多的预期 但是形成预期 首先我要更真切的理解 人类历史大趋势 到底是什么 在17年12月 有18位考古学者 在《Nature》 《自然》杂志上面 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18位考古学者 就想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人类放弃原始生活方式 一览 在一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人类的收入差距 财富差距 越来越扁平了 越来越缩小了 还是越来越扩大了 当然很遗憾的就是 这18位考古学者的 考古证据的研究发现 每次技术进步 都导致了财富差距的恶化 新技术发明出现了 有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学这些新技术 而另外一些人呢 即使学了 也不能够把新技术带来的潜力挖掘出来 就越往前走 就越使得人类一百个人里面 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的人 越来越是一个很小比例的人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更悲观的 就是过去历史上有没有什么办法 人类的财富差距 这个是可以下滑的下降的 也有了大规模的群体暴力 战争 战争 1914年之前 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 达到人类社会的顶峰 是因为工业革命 和第一轮的全球化 然后一战发生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到了1929年的金融危机 把民怨和人们的方方面的不满 给释放出来了以后 同时又把民粹主义 反移民 反外国人 排外的那些情绪 都也调动出来了 就为1937年的二战发动 又奠立了基础 然后1980年 又新一轮的基础革命 再加上新一轮的全球化 也是在1980年左右开始的 80年到08年 财富差距不断地积累 收入差距不断地积累 然后08年 09年金融危机 09年之后的 民粹主义政治 在各个国家都抬头 迫使这些政客 都去选择贸易保护主义 发动贸易战 排外反移民 这是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跟三十年代 上半期的美国和欧洲的经历 也是一样的 至于说这一次 是不是会重复上一次的 第四个阶段 就是战争 当然我个人觉得 可能概率比较高的战争 更多的是冷战 在一些看不见的 没有硝烟的领域 来进行竞争 对抗 较量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 普通人 除非你是从娘肚子出生 就带来了很高的天赋 你差不多唯一的出路 就是多读书 对还是很好奇 就是说您对这种大的逻辑感兴趣 您之前是研究金融 包括树立模型这些东西 然后转身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上 会担心自己失焦吗 或者过分的宽泛 我关注的是让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来就想爬起来 然后跑几十公里 走几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么重的重量 也愿意去走 最后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学 最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我们抓住了人的行为的牛鼻子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是人的行为的核心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点偏见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 人类的每一项创新 每一项发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 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 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 因为道理蛮简单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 人均一年的这个人均收入 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 就是按照生产力 是唯一的判断 进步的标准来看的话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是停滞的 几千年都是停滞的 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的 但是实际上原来不止是这样的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实际上做的绝大多数的努力的 都是围绕的一个方面 就围绕着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让我们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产出的背景之下 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可以更高 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 这是人类文明化的进程中间 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提升 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几百年里面 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创新 风险保障的这种功能 也越来越多的 有金融产品来取代了 你说这样一个经程 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没出现过吧 你看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 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 现代银行业 更不用说证券行业 退休基金行业 顺个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靠孔家店 我们讲的养子房老 多子多福 要通过生小孩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大的家庭 大的家族 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有了钱 我们一起要分摊共享 如果说有这个苦难的话 也要共担 逢年过节 还有其他的时候 有什么 小孩上学 把你管理 红白喜事 儒家文化支持建立的 这个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给我们提供 足够好的安身立命的保障了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 都可以靠族人提供帮助 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应对风险的能力 大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就这因为孔家店给我们中国人 一直是提供安身立命的保障 就让我们就不愿意去对于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让儒家文化对我们面对的没有个人 没有权利的体系 也不得不接收下来 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 原来的话做计划 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从出生到摇篮 很多的人可以靠国家 后来的话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裸了 又让我们中国人又留念 留念计划经济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一个大家族的温暖 所以这个搅拷在一起以后 到最后的话 没这个外部冲击力发生的时候 这个死局是走不出很难走出来 那您觉得经过这个20世纪的动荡 对这些传统的打破 然后包括这过去40年的发展 我们是走出来 是可以走出来的吗 还是说并没有 我觉得是蛮难的 很难忘记自己的职业的习惯 因为特别是又去了澳门以后 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一个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另一个是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 让我们去看到 为什么人类社会 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我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文化是什么 包括这种不同的制度也好 或者背后的地理文化性也好 您觉得这种不同的系统 对金钱的这种不同的特性的这种改造 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方面的经济史 廖花历史研究很多 就是对比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社会跟新教社会的差别 然后重点去挖掘出来 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最发达的那些社会 以新教社会为主 当然那个里面解释很多 其中一个解释的话 是跟这个借贷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舒服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考古证据明显的告诉我们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在今天的中东 伊拉克 叙利亚 到埃及那一个所谓的新月沃土的那一带 当初那个陶片 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 都是一些借贷 谁欠谁多少的钱的这样的一些记录 那就说明五千年以前 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借贷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从五千年以前 一直到那个公元十六十七世纪 那个金融的发展就基本上停顿了 四千五百年左右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左右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写下的 这个不同的关于人世间的关系 应该怎么样相处 尤其是旧约全书里面的生命记 有几段的就谈到了 就关于借贷的问题 就如果你把钱借给朋友 那么你不可以收利息 但是呢 如果你把钱借给 借给陌生人 那么你就是可以收利息 但是呢 后来基督教这个解释呢 就是讲到的这个 这个strangest 陌生人指的是敌人 也就是说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 可以收利息的 给所有其他的人 做放贷 做金融交易 用钱赚钱的话 这是绝对是禁止的 人类社会发明了货币 货币它只是一个没有自身能力的 自己没有生命力的一种支付工具 然后用钱拿去再去生钱赚钱的话 这等于让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去怀孕 生小孩一样的不自然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用钱赚钱的话呢 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自然次序的这种安排 所以所有的利息都必须得禁止 一直到这个十六世纪中期 家务文对生命记的这一段话 重新做解释之前 在天主教社会里面是不可以 做有戏放贷的 因为天主教是强调禁欲 强调自己 意志自己 跟儒家很类似的强调 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排斥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然后更不能够容忍 个人权利的伸张 和太多的个人自由的那种追求 但是呢十六世纪的这个新教改革 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 马蒂路德就呼吁大家 不要让罗马教庭 罗马教皇告诉你 上帝是说什么 这个圣经是怎么理解的等等 你自己去读圣经 自己去跟上帝进行对话 然后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核心的就是对于个人解放 个人的权利 这个自我决策的空间 自己的掌握自己的身命运的空间 到了这些差别 最后反映在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地方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澳门 当我们去澳门和香港旅游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背后的那个历史的这个故事 对您说这点是西方的转变 所以您觉得中国是不是没有发生的转变 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发生过 所以为什么我这些年有的文章里面会谈到这方面的 到目前为止关于商业的证明 金融用钱赚钱的证明到目前为止 严格说还没有进行过 没有做这种观念上的改革 伦理上的改革的话 那个阻力还是有 在文化上还是会有的 那即使说在过去的 比如40年那个改革期间 其实商业人物已经成为明星 成为一个全民明星 而且所有人都想成为那样的商业成功人物 其实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这种基本观念还是没有真正改变是吗 40年的改革开放 在我关注的历史 更长的一个时段 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的话 这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短短的40年里面 可以理解的一点呢 就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 思考这些哲学层面的 伦理层面的 道德层面的那些话题 先做了再说 就好像那个Nike的那个广告 Just do it Just do it 是吧 所以这个过去的40年 不管你是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就是那个精神 就是Just do it 是吧 做了再说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关于赚钱的伦理 这个金融的道德基础 这些问题没解决的话 到最后你赚的钱 可以有几百亿几千亿 你可能还是没有安全感的 40年改革开放以后呢 这个也是时候了 不只是Just do it 比如现在年轻人 很多人普遍会觉得 自己是某种意义上 金钱的奴隶 比如说一个月的房租吧 占掉整个的收入的50% 比如在北京是很常见的 有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那种胶着感 对他们对待人身上特别强 是不是已经造成一种更扭曲化的 货币化的倾向 比如这些货币不应该进入 比如说情感里面 或者说日常生活之中 有一部分是应该更注重别的关系的 但它反而被货币给扭曲了 这个里面呢 我就觉得第一的必须的 我们要认识到货币化 它是一个结果 是一种更深层的制度化发展 法制化发展 人文主义和内心世界的内涵的 不断的生活发展的一个结果 因为在我看来的话 工章也好介绍信也好 粮票也好 实际上都是对于货币的替代品 它是跟你的身份 跟你的那个出生 社会地位是划等号的 我们今天你想一想 你的一百块钱跟李嘉诚的 跟马花屯的一百块钱 也是一样的 不会说你是普通老百姓 他是马花屯 所以他的一百块钱 可以买到的东西 可以比你的一百块钱 买到的东西可以多一些 当然我要说回来 正因为现在中国社会 还不是那么完全货币化 所以我知道实际中 马花屯的一百块钱 比你可以买到的东西 得到的待遇 会要更好一些 更多一些 我知道在国内会有一个 有一个错觉 或者说有一个 不完整的理解 就是把货币化的 给我们个人 想要去追求爱情 追求情感世界 换成是小矛盾的 那如果说爱情也被货币化 那这个是不是 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 不被货币化的 是不是太冷冰冰了 太物质化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觉 真正的货币化的社会 它是基于个人 可以完全的几乎接近 绝对的自由选择的 那个社会 因为在那种社会里面 因为所有东西 都可以货币化了 但是我照样 可以有权利选择 我去追求我最在乎的东西 非货币的东西 包括您怎么看 比如中国人这种 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方面看起来 其实您说在价值上伦理上 甚至我们在私下谈话里 都没有真正的 justify金钱的价值 或者说 你老觉得应该给它 附加某种道德的价值 这个金钱才会成立 一方面是这样的一种 对金钱的一种 有点羞羞切切的一种感觉 但另一方面 金钱渗透到我们 胜负的每个细节里面 这就是儒家文化的虚伪的地方 但这个里面的话 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学术传统 跟西方学术传统 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差别 就中国人对于追究这个理 这个根 不太感兴趣 不太感兴趣 而西方学术了 我先不管你别的 我要把你这个根 这个真实的 这个 这个 最真实的 这个 最核心的 基础性的问题 先要搞清楚 然后再谈别的 比如说 现代社会的财富 到底是什么 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现代社会的财富 都是金融化的财富 传统的人会觉得 只要我有房子 有这些土地 我什么都不怕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又搬不走的 这些就是我的财富 但是现代人 你感觉到 你自己到底多有钱了 不是因为你有多少房子 有多少某土地 而是折算成美元 折算成港币 人民币 你有多少财富 也就是说金融化以后的 这个数字有多大 来决定你到底 自己该感觉到你有多富的 这个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人为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可以很高 但是发生什么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还其他的 一夜之间或者几个月里面 完全可以从亿万富豪变得 什么钱都没有的 天下没有永恒的财富 就是说人类经济货币化了以后 就不再有永恒的财富 我们也就会进入永恒的不确定感中 因为永远那个数字在变化 在剧烈的波动 这个我不完全认同 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经济发展了 就是为了满足十几亿不同的人 非常个性化的个体 和他的个性化的偏好 发展最终的目的 就是给人们提供自由选择 让他们的自由选择 能够更好的实现 那么反过来 你的财富 你的东西 包括内在的 身外的 身外的东西不属于你的 内在的才是你的 真正安全的是来自于 自己的兴趣和激情 其实都是可以烟消云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先要搞清楚 我是不是在追求 我最有激情 也最有感觉 这个事业 这个工作 这个事情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不用担心后果是什么样子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顺起自然的 让你做的比别人更好 而且你这样的话 才可以把你做的比别人更好的概率 打到最高 如果再回到我20岁的时候 或者27岁的时候 我会更加去追求自己的兴趣 这个是第一位的 追求自己的兴趣 就不管别人喜欢什么 偏好什么 那是他们的事 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开始 我就觉得从美联储 做出的反应 从美国政府 到欧洲的这些政府 做出的一系列反应都明显地表明 大家都要 都愿意去 往极端的方向 去采取一些措施 现在全球的资本市场 已经恢复了很多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大家 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 本来在人类历史上 大规模的瘟疫是主要的 降低贫富差距的一种力量 过去两千来年 以这种方式 每隔一段时间 就把人类社会的财富分配 又重新调整一下 又走回到一个更低的水平 但是这一次新冠病毒 让我的话 明显地感觉到比较强的一点 就是 有了现代政府 什么时候 只要有挑战都去干预 对经济作为干预 对于大自然作为干预 加上又有央行 通过货币政策 不断地 以这种方式 那种方式去做干预 以后 把原来历史 人类历史上 以这种自然的调整的过程 去重新配置 财富和收入 在社会中 不同群体中间的分配 把这个规律又给打破了 危机以后 还是最终 还是富人更富了 穷人继续在社会底层 所以您觉得这场 就这场新冠危机 它不会对既有的经济模式 带来特别的影响 反而加固了以前的经济模式 是不是 是的